前乡立幼儿园中秋节前夕特别举办了做月饼的活动 在专业烘焙老师带领之下 小朋友们亲手捏制月饼 乡长优素珍特别到场和小朋友们一起动手做 而小朋友们天真可爱的说 做好的月饼要带回家跟爸爸妈妈一起吃 中秋节前夕节安乡立幼儿园特别安排了做月饼的活动 邀请到专业烘焙老师到各班教室 带领小朋友们亲手捏制月饼 乡长优素珍也特别到场和孩子们一起体验中秋节的乐趣 看到小小孩揉捏月饼 看到了文旦佑开启了嫦娥的故事 还有中国文化的传统故事在里面 看到孩子压压学矣在讨论中获得了经验 在学习操作中获得了人生的一个不一样的历程 更带来的是中华民国我们节庆的精彩跟精髓 我想多元化的学习带来孩子不一样的生命的挑战 以及学习历程中酸甜苦辣的一个铺层 我们必须要缔造孩子多元全方位不一样的学习 课程的精彩 吉安香又希望我们一起来努力 让吉安的孩子拥有更多更多不一样的学习内容在其中 每位小朋友可以做两颗月饼 一个是芋头口味 一个是红豆抹茶口味 小朋友们用力压扁饼皮 再努力的把内馅用皮包起来 乡长优素珍也一桌一桌的协助小朋友们完成作品 很快的两颗月饼做好了 那小朋友们拿起自己的完成品 一起合影留念 小朋友们也天真可爱的说 这些月饼要带回家跟爸爸妈妈一起吃 让乡长游淑珍直呼 吉安香又的小朋友真是最乖最孝顺的孩子了 谢陆慧 吉安香报导